我把這兩千塊給你 你只能今天花掉 你會想怎麼花 我想去買東西 有開心嗎 我很開心 謝謝啦 你們關心我們的街友 哈囉 不好意思 你來這邊住幾年了 六年 你有沒有在這邊受過別人的幫助 有 有那三千年吃的 他們花便當幫助的優美 現在這邊有兩千塊 我把這兩千塊給你 你只能今天花掉 你會想怎麼花 我想去買東西 待會出發去買 可以 有開心嗎 我很開心 謝謝啦 你們關心我們的街友 哎 你好 我拿給你們拿 好不好 請我們喝 請拿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先走了 感謝你們年輕年 我真的很高興 拜拜 拜拜 你幾歲 八十一 那你怎麼還會出來賣 我還說啦 我老了啦 要給人家丟錢 很辛苦 爺爺的盆栽一盆五十塊 我問他為什麼這種便宜 他說不利多少 過得了生活就好 我還要給你一陣子 你有沒有在南紀廠夜市 看過這個賣盆栽的爺爺嗎 因為賣花阿嬤的影片 有網友告訴我 這個爺爺需要幫助 昨天來他看我沒出來 原來是因為生病 在家休息 爺爺的盆栽一盆五十塊 我問他為什麼這種便宜 他說不利多少 過得了生活就好 剛才聊了一陣子 從家庭聊到年輕當兵的故事 爺爺說他做過工 做過田不怕苦 但因為年紀的關係 所以選擇賣盆栽 家住南機廠 但每一兩天 就搭公車去山峽買盆栽 還自己搬回來 太太因為一場意外行動不便 為了負擔家庭開銷 所以從十年前開始做這個小生意 她都在西原國小門口 和南機廠夜市兩邊跑 就算是雨天也會出來 剛剛買完盆栽去買了一瓶茶給他喝 他說他喜歡喝這個無糖的 也是因為糖尿病不能喝得太甜 心真的整個糾成一團 覺得他很辛苦 很開朗很親切 那想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希望爺爺有天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我老了 要給人家糾成很辛苦 那 算不夠 本人要吃不夠 我老了 你幾歲 81 81 那你怎麼還會出來賣 我們要走啦 拜拜 下次再來 拜拜 拜拜 好好好 拜拜 手術前的朱尼爾 眼睛偶爾會出現完全不對焦的狀況 朱尼爾剛出生的時候 眼睛很大 這時候還沒有發現眼睛有什麼一樣 從單眼皮出現了雙眼皮 覺得兒子的眼睛好大好可愛唷 一歲之前的朱尼爾長真的完全看不出什麼一樣 直到快要一歲的時候 我發現他眼睛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滿週歲前例行性的回正打預防針 也請診所的小兒科醫生看一下兒子的眼睛 那時候醫生評斷弟弟的眼睛很大 而且還在發育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案 說再大一點就會好了 但是身為媽媽的我 怎麼看都還是覺得怪怪的 立馬查了一下文獻 也想找更專門的兒童眼科醫生 因為一歲半後的朱尼爾更頻繁的不對焦了 從初期的只是拍照的不對焦 到日常生活很明顯的不對焦 當時候的我真的各種擔心 即便聽到兩個以上的醫生說 大一點就好了 又或者是說 要等到他長大會指 測量眼睛的方向才會更準確 我都還是覺得不太對 要找更專門的兒童眼科醫生 於是黃店不復苦心人 我找到了台中普愛眼科診所 普愛眼科的神秉河醫師 就是小兒眼科專門 我們第一天先帶兒子來評估 現場醫生的Gacy超專業 醫生會用這些小玩具 來吸引小小孩的注意力 進而更準確的來判斷 朱尼爾眼圈的問題 醫生看診完告訴我 朱尼爾很明顯的就是外寫視 朱尼爾的外寫視角度很大 每個小孩眼睛狀況不同 治療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醫師也大大專業的解說了一下治療方式 因為也好像只剩這個治療方式了 顯示的產生就是因為兩顆眼睛的肌肉不協調 醫生會施打肉毒感菌在眼睛的肌肉 因為朱尼爾的眼睛是屬於交替型外顯示 交替型外顯示就是 他使用左眼的時候右眼會跑掉 使用右眼的時候左眼會跑掉 所以這個手術底底兩隻眼睛 都必須施打肉毒感菌 朱尼爾才有兩歲多 需要用全身麻醉的方式來進行 於是在手術前 我們要到榮總醫院進行麻醉照會 總之到看診到確定手術時間 我們都很嚴確的確定 只要出眠的眼睛可以好 在安全評估的狀態下也會願意嘗試 手術前會有點辛苦 需要診所容總大醫院跑來跑去的 因為術前的評估 術前的麻醉照會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這個忙碌奔波的過程中 我都覺得非常值得一點都不累 因為兒子這麼帥 怎麼可以眼睛看起來像脫胎呢 曾秉恆醫師每一週會有一天會在榮總醫院 所以我們需要那天看診 那天預約手術的時間 還記得在榮總醫院看診的那一天 現場有非常多內協士外協士的傷小孩 醫生告訴我 其實亞洲人協士的問題非常之高 噴波了好多天 手術的這一天終於來了 雖不緊張是騙人的 畢竟我懷胎10個月的兒子啊 但是為了兒子 以及為了兒子的未來 這段過程我們一定要一起熬過去 來到了手術當天 前一天12點過後就不能夠進食 因為需要麻醉 每一顆夜來的弟弟很崩潰 搭上計程車趕緊來到手術前準備 朱寧兒在哭哭下換上了手術 媽媽我也換上了手術醫 我抱著朱寧兒走到手術室的路上 護理師還問我 弟弟是第一次進手術嗎 我說對 這過程眼睛瞬間放紅 那一刻也才能理解 原來當媽媽後 小孩都是我們的心頭肉 雖然是小小手術 但是因為朱寧兒才兩歲多 又是施打在眼睛的肌肉上 所以必須全身麻醉 用吸入室的方式麻醉 聽從麻醉室的引導 抱著小小的朱寧兒 看著她從清醒到睡著 媽媽才能離開手術室 這個過程煎熬啊 在手術室外等待15分鐘 手術就完成了 麻醉過後的朱寧兒有點躁動 真的非常感謝榮總兒童醫學團隊 他們都好有耐心也好有愛心 清醒過後的朱寧兒 精神挺好的 看著老公在玩女兒從學校趕來 這一刻也覺得好感動 醫生說 因為弟弟是外血式 要笑施打後 眼珠子會往內跑 朱寧兒大概會有一個月的時間 眼睛會變成內血式 也就是鬥雞眼 打肉毒後 眼珠兩側紅紅的 就是施打的位置 施打的第一天會紅紅流血 也是正常的 從醫院回到家 還好精神非常好 但是也因為剛麻醉後需要空腹4個小時 等到麻醉全對才能正常的飲食 還剩30分鐘已經餓得哇哇大哭了 終於可以吃東西了 真的餓壞了吧 藥效奏效的非常之快 手術後的第二天 就開始非常的鬥雞眼了 醫生說藥效濃度 會讓眼珠子慢慢的回正 所以在濃度最高點的時候 眼睛會非常的鬥雞眼 但是最艱難的 我們都熬過去了 這一個月的鬥雞眼 其實看久了也是挺可愛的 這真的是個很神奇的變化 對這時間過去手術後的 朱尼爾現在眼睛都沒有出現外攜式了 每兩到三個月 不愛眼科也會提醒我們回診 一次的回診 醫生就會再測量一次 朱尼爾眼睛的角度 醫生說 朱尼爾非常的成功 位置回來的也非常準確 都沒有跑掉 現在每天看著兒子 就覺得 還好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也非常慶幸自己 在朱尼爾三歲以前 把他的眼睛治療好 醫生也有說 入毒感菌治療的方式 成功率達9成 以及大部分的患者 注射一次就達長期矯正的效果 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或許朱尼爾長大後 會忘記他有這麼一段過去 但是媽媽會告訴他 你有一雙好漂亮的眼睛哦 希望我們都能夠 在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給孩子最好的 讓他未來不會因為外在 而影響心理 朱尼爾要平安健康長大哦 長大以後會太帥 媽媽擔心呢